台海的紧张情势引发太平洋另一边的焦虑 尤其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份亚洲行语出惊人 表示一旦台湾遭到中国大陆武力攻击将会出兵 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澄清 美国战略模糊的政策没有改变 但外界认为按照目前美中两国的情势 美国其实不得不做出变化 专家认为战略模糊转为清晰的策略改变 是拜登政府在台海博弈当中权衡之下做出的选择 会让美国这么紧张甚至愿意改变外交策略 跟台湾的护国神山脱不了关系 从苹果微软到亚马逊 美国龙头企业几乎都跟台湾晶片供应 脱不了关系 就连美国商务部长也坦言 不能没有台湾 眼看中国大陆对台态度日渐强硬 对美国来说没有太多时间 可以想出万全的配套政策 一对习近平的重要目标 是什么叫国家聪明 她想到2049年 那部分的国家聪明 是带回到家地 所有地域 都不依靠北京的控制 她的全生活能够带回台湾 和中国的派 美国一旦改变战略模糊模式 在军事经济上 与台湾的密切联系 恐怕挑动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 战事可能一触即发 专家认为美中两国不见得 会落入休息抵得陷阱 台海关系仍然有解 台湾只需要在国际上 持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就算在随时都会引爆的 美中角力战当中 依然可以全身而退 TVB新闻 四五个八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